在伊斯蘭風格的牆面中樹立著耶穌像 基督教教堂與回教清真寺的完美融合 在這世界上你應該只能夠在這個教堂看得到 在旧城區的西側有許多房子保有傳統的中庭 Gordoba每年5月也會舉辦花枝招展的庭園節比賽 這裡是橘子園 進來這裡不用錢 但是如果你要進去Catheter要錢要買門票 這個地方叫做Moss Cathedral 你要翻成中文的話就是清真寺大教堂 它為什麼有這個名字呢? 因為它的歷史非常的複雜 它一開始是一個哥德式教堂 但是在西元700多年的時候 因為伊斯蘭教入清這邊 所以它被改建成了一個清真寺 然後又在1236年的時候 天主教又接回了統治權 所以它又被改成了一個教堂 在16世紀的時候 他們就一直加一直加很多文藝復興時期的那種建築 所以它有非常多的元素在這整個建築裡面 從大門進來就會看到這些紅白相間的拱門 這邊是穆斯林的底拜堂 他們這些柱子 每一個柱子其實有時候會是不一樣的設計師去設計 所以它每一個花紋可能看起來都會不一樣 這是完全是基督 它是完全是基督的 它是完全是基督的 是基督的 在伊斯蘭風格的牆面中樹立著耶穌像 基督教教堂與回教清真寺的完美融合 在這世界上你應該只能夠在這個教堂看得到 剛剛有說這些柱子有可能是不一樣的設計師 他們會在上面簽名 就是在他們的作品上面簽名 但是我們剛剛都找不到 這裡有一個區域是所有設計師的簽名 他們也把壁龐保留了下來 很特別的是這個壁龐朝向正南方 而不是盛城賣家的方向 他們不同階段的施工精細度都不一樣 這些柱子的 這個華麗程度也有差 我們用幾個 den洞 再用潛入電洞 水 製作的方法 芷弑 水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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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鸡肉 起司 就是一个类似前庭堡的三名字 但是他原本就是一个非常大的圆形的面包 他自己切 可以切成看你要几块吃几块 這就是Pinchito 雞皮炸BQ 這就是牛肉跟葡萄 肉跟葡萄醬 也就是很普通的菜 可以嗎? 可以 今天只有我們自己出來 所以我們要坐公車去我們第一個景點 它這裡的告示牌超級小 我們快看不到字了 穿過這個門就會進入舊城區的西側 從這裡你可以很快的找到這個猶太教堂 它是西班牙僅存的三座猶太教堂之一 這個教堂很小可以免費參觀 在舊城區的西側有許多房子保有傳統的中庭 GODOBA每年5月也會舉辦花枝招展的庭園節比賽 在這裡你可以用5歐元購買參觀5個競賽庭園的票 購票處旁就是1號庭園 屋主或是工作人員會向你介紹每個庭園 但基本上他們都只說西班牙文 這個中庭是由7個家去share 一個門是一個家 已經有500多年的歷史 但是目前現在是沒有住人 那這個7個家庭要共用這一個廁所 他們如果要澆上面的盆栽是用這一個東西 一個竹子上面有一個罐子 這個就可以拿來澆上面的花 最重要的是這個貓咪 他很乖 喔 這裡有一隻貓咪 但是我覺得他應該是這裡的owner 他想問我他 你在這裡是不是要工作 我在工作是單車 這一個是他們的廚房 這裡應該是洗衣服的地方 這裡是放火柴的地方 總共有三個洞 所以你可以一次煮三個東西 這個家有用一個比較先進的澆水模式 這裡可以直接綁在水龍頭上面 所以就不用一直搖水 Let's go 有狗狗 我愛我 我愛我 他在尾巴 你很可憐 你 你 你 我愛我 我愛我 好 你太開心 你 你好開心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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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您看这个门口 这个城堡的室内空间不大 里面有展出罗马时期的马赛克壁画 中庭则有一大块露天的城堡遗址 这里最有看头的其实是他们超华丽的大花园 他们在花园的一小块是规划成菜园 所以他们会在花园的植栽中间种一些蔬菜 那里有一个红色的天椒 有没有看到有茄子 那个是茄子 这里有很多青椒 我们现在在的地方 他的中文名字叫做 基督教君主城堡 那这个城堡有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历史 黄来跟你讲一下 这就是西班牙的皇帝 Fernando和Isabel 这就是Christobal 这就是一个三个船 去发现印度 结果他们发现美国 他们在离开这里 他们在这里 他在这里问他们钱和允许 如果没有这个城堡 没有这两位 哥伦布就不会这么快地发现南美洲 所以我们现在来到了这个地方 知道了哥伦布的故事 我们现在必须要去南美洲 让我们的故事延续下去 要看他到底去了哪里 是去了哪个国家还是哪个岛 带了什么东西回来什么的 你要多做功课 我们现在到离旧城区 大概要走路10分钟的一个美食广场 这里叫什么名字 Mercado Victoria 看外面已经有很多 很彩色的椅子在外面 我们现在就要进去看里面有什么好吃的 好 这个第二个 是我们今天要吃的 salmorejo 这是一个很普通的菜式 在Cordova 我希望你尝试 有很多选择 让我们进去吃 吃吧 撒molejo的主要食材是大蒜、橄榄油、番茄和面包 也因为加了大量面包一起打碎 所以呈现浓稠的泥状 通常上面会再撒上水煮蛋与火腿丁 它上面有蛋跟火腿 它的味道其实蛮重的 有一点点咸 所以附面包来给你配 它的口感像马铃薯泥 因为上面的火腿味蛮重 就是很咸 所以搭配起来蛮刚好的 而且因为它是冰的 所以如果夏天吃这个其实蛮清爽的 不错 可以试看看 香肠 它这个香肠里面非常多的香料 所以味道很重 吃起来真的有在过中秋节的感觉 还蛮好吃的 可以试试看 好的 我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啦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 不要忘记帮我的影片按赞 订阅我的频道 还有追踪我的IG 那就先这样咯 拜拜